接下來是涼粉的 財產部分寫得滿仔細的 不動產這房子 財產由小孩新興圓圓繼承 債務由先生繼承 可以 這個是滿趕跳 小孩未滿20歲前成立信託基金 年滿後有母親家屬跟父親共同協助金 你的藝術創作 這個你寫得滿細的耶 真的 兩隻狗一隻貓 六隻龜 這小語氣啊 而且還不准送養 對 不可以 若父親於興圓18歲前再婚 則不得教育興圓淡化母親記憶 並在興圓不願意之情況下 要求改稱對方為母親 大家都很在意這個稱謂 當然 真的 很重要 敢叫他媽媽死定 確保興圓學習至少四種以上語言 國台浩英 臨終醫了 當醫師宣告病為時 不施施任何急救 大家都是這樣耶 對 往生後器官捐出 火化後採樹葬海葬 我逢年過節不用特別祭拜 為什麼你們都說逢年過節不用特別祭拜 為什麼 對啊 好開明喔 不知道耶 就是因為我們也是從小時候慢慢長大到現在 那小時候就是會覺得清明節就一定要跟著長輩去拜拜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就是要這樣子去拜 可能會覺得說跟什麼 跟家人見面啊表弟或是表姐見面是很開心的 可是就會不知道說我到底是去幹嘛 對 那我覺得要去拜拜就是拜仙人的話應該是要就是保持著那個想念的心 會比較好 對啊 不行 就是不想要走 就是要在清明節人擠人的時候你就是要來拜仙人 一切是面子問題 對啊 OK 那財產的部分 你有跟先生講過這件事嗎 這個部分沒有講 其他的有 小孩繼承財產債務由先生繼承 這是可行的嗎 醫師 基本上就是繼承是包括資產然後跟就是負債是一同繼承的 他沒辦法分的 對 他沒有辦法說 就是資產就是給小孩 然後負債是給先生 這部分是不合法的 應該是說看你那一陣子 這個負債比較多還是資產比較多 決定給誰 決定給誰 對啊 那律師有什麼要需要他再補充的嗎 就是其實像是那個就是資書遺族的部分 就是現場的媽媽們就是寫得比較 就是 隨心一點啦 剛剛他有默默跟我說 天馬行空 對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用代筆遺囑啊 就是你有透過就是跟律師討論 就是包括你的就是資產跟負債到底有多少 然後可以跟律師討論規劃說 你想要達成怎麼樣的一個財產規劃的效果 然後由律師透過這個法律的文字 然後幫你書寫 然後這樣子是比較具有公信力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看很多國外的影集啊 最後那一些有錢人啊 葬禮完了之後 都是律師出來宣布遺囑的 對 那是有公信力 不是說今天 唉唷 我忽然找到媽媽的遺囑 然後自己在那邊念是沒有用的 那個是要有律師的公信力 那今天如果是最後一天 你會想要跟老公跟小孩說什麼 覺得可能都是謝謝的話 因為覺得相處就是那段日子的相處都是 就是必須要抱持感恩的心 那我覺得 就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有高潮低潮 所以說 在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有給我聽一首歌 然後我就想要把那首歌送給我的先生 就當他如果覺得 覺得就是難過或是不開心的時候 可以就是聽聽看這樣 那首歌叫做張璇的親愛 我覺得歌詞很有意義寫得很好這樣 然後就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是 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 就是看我們怎麼去看待 然後都希望他可以加油這樣 然後 就是之後就是想說 對小孩說的 就或許他們長大也覺得沒有什麼這樣 可是我很感謝他們來當我的小孩 希望他們會覺得說 媽媽還是有一些努力的地方讓她覺得是感到驕傲的這樣 然後 然後 不要 雖然這個世界上人性不全然可信 可是我希望他們還是要相信人性 然後不要放棄良善這樣 對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快樂的過他們的人生 對 太難說了 哇塞 講到這個真的是很難開口啊 真的是難過 天下父母星 我們